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四个之女 伤害爆表 剩余时间93 六秒钟打死孙姬 是吧 这一刻的话呢 相信就有人说了 改伤害了 对吧 小时候玩没有这么疼 骗人修改过 那么好吧 无所谓了 咱们继续来看 是吧 这个绿吹蓝色 啊不是 绿吹蓝色盖啊 这个大神的话呢 这个 呃 接完这个貂船速通这个素材以后呢 不知道后边又会啊 又会搞什么 又会搞什么 然后呢 咱们接着看第二关 第二关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应该还会骗气吧 应该会让这个两个兵啊 快速扎一下 他这里呢 选的也是一个天王模式啊 因为那天王模式的话呢 小兵很好往一起聚 之后的话呢 这个天王模式呢 也不在乎说这个难度高不高 是吧 反正呢 对这个速通他一定是有帮助的 这个位置呢 金珠接一个BA8A 顺秒四病 自杀吗 果然 这个位置来了一波自杀 隐身的时候大点细 还行 很细 打到一个失联直接走 三光章机基本设定 每一个二连加S7 打到一个十连再打十一连就没用了 然后呢 继续往前啊 走一个速通路线 单马 这里打一个 一套直接秒这个棍兵 然后呢 一套秒这个 蓝色刀顿兵 这里三撞 搞定这个 棍子兵 继续 来看这个马王 马王的话呢 应该是一顿天女啊 马王不太吃这个只女穿梭 只女穿梭大马王是不怎么掉血的 这里呢 车也不用猜啊 因为的话呢 毕竟是踏过去吧 踩车就太low了 这里直接来 马王身下 直接天女 然后呢 剪个绣剑 跑位天 再来66A天女 再天女 剪绣剑 天女 四一累积 撞一下 撞 撞黄之宫 这里是把这个四一的最后一式收掉 再天女 他这个马王啊 这个连续前冲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啊 你不让他把这个招用用老啊 你直接给他打断 这样的话呢 招式是会累积的 然后呢 骗一个气吃一口加血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 呃 踏斯这个东西也是啊 精益求精 越做越细 是吧 这个在哪儿骗气不耽误事件啊 这个呢 都需要花一些心思 包括呢 整体道具的一个安排啊 确实呢 做一个task是很辛苦的 可能呢 各位有初看我视频的呢 不太懂task是什么 task简单的给你们说一下 就相当于拍电影 啊 这个画面呢 没拍好 小兵没配合你 那么呢 你就给他咔了啊 暂停 不是暂停 给他掐掉 重拍 啊 大概就是这样 反复的这个挨个谁以后啊 这个呢 最后成片 大概就是这样 之后的话呢 唯一不同的呢 是他们打这个 task的时候呢 是一针一针打啊 什么叫一针一针呢 比如说 比如说 啊 这 这一下打完了之后 A一下之后呢 马上就停队 然后呢 到这个下一招 到下一招啊 大概就是这样 不是在正常的咱们这个游戏的顺序之下 啊 不是 不是在咱们游戏啊 正常游戏的速度之下 打出来的 是那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啊 这个你就刻下而知了 这个枯燥成果 是吧 然后呢 继续 这里的话呢 把血直接骗残啊 剩一个没有AB的血量 肯定不会死啊 对 肯定不会死 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啊 一定不会死 这里呢 继续 还是一个82ABA的一个清兵 这个洞的话呢 应该会进啊 因为的话呢 我俩在前面研究过 研究过这个貂蝉究竟该不该进呢 走不动 后来的话呢 一研究还是得进 因为呢 这个 呃 气时代是太绝了 他不像张辽啊 张辽清兵 无论是大兵小兵呢 一顿千万变时就搞定了 这个貂蝉的话呢 拿铁甲药的束索无策 这位置丢个飞碟 一 来了个一飞五 而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能大家 一飞四 来了个一飞四 漏两 我看好像是漏两 为什么不全飞呢 全飞的话 它会卡针 会掉针 因为的话呢 你飞盘 同时中五个单位的话 应该就掉针了 同时中六个的话呢 它那飞盘越钻越慢 屏幕会卡 但是呢 你现实的时间 它是不会慢的是吧 所以说的话呢 防止掉针 飞盘少飞两个 这都是他所展示出的这个细节 然后呢 这里再继续 BA的一个天女 这个位置的话呢 用BA的一个群工收一个天女 这里要必杀了 这里没打贴甲肯定是要必杀 果然 就要一个必杀 一杀四 很划算 然后呢 这里的这个弓箭手清掉 两个刀能一起吗 哎 能一起 位置找的不错 这是要 又要必杀了 果然 因为呢 这个刀兵没杀 很明显 爆九 这里应该是爆九 直接无限织女穿梭拿下 这个下后院呢 也是控好和追递的 前边呢 是这个打一局 把这个所有的优先都控没 然后的话呢 连续的织女穿梭 这个呢 大英也不撞了 因为呢 我俩研究了好久啊 这个招案状去哪用 不太知道 真是不太知道 这里呢 是把这个莲花剪就行了 我来看 脱个铁甲 猛龙棍将吗 我的天 各位有没有注意这个 TAS捡东西这个手速啊 他呢 蹲捡虾 然后呢 调虾 扔虾 这个时间的话呢 捡虾上面那个乘衣都没消失啊 你可见这个TAS的速度有多快 然后呢 继续 咱们来看这一关 这一关呢 请帽子 往前走 打金珠吗 果然啊 这个位置的金珠 这个呢 跟我们之前第一轮演绎的房子差不多 这个位置两个修剑 很漂亮 解修剑 我先走 老虎 土雷 一扎二 训兽师 扣没追地 这里是把追定完 保证呢 下一个boss呢 是一个灵追 啊 杀狗 灵追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起身快 杀得快 一杀 可以 因为满气了 不必杀 资源成的一种浪费 而且呢 这四个兵也不好清 都是大兵 对于雕像来讲 这个位置呢 是 8A BA BA 8A 两个蹲打直接就死了吧 他这个位置的话呢 BA跟蹲打好像差不多吧 我这个太细的话我也看不出来 这里咱们继续啊 下了王平密室 拆一个站来 然后往前继续走 66A顶一下俩谁几杀 66A顶都没顶啊 牛逼 这个位置拖个屏幕 往前走 我们来看这个两个老鹰 土雷 天女 可以 然后呢 一吸引出来 这个位置开皮杀吗 没有 金珠 可以 金珠这一杀六 往前走 这里一定不会被石头打 千万不要问为什么 是吧 然后贴甲来了 清一个 这里调了个黄石钩 这是再杀一个贴甲 捡金珠 到这个洞口黄石钩 这样的话呢 保证你 黄石钩结束直接走 一点不耽误时间 然后继续 这个位置呢 再来 空到一起 土雷清一下怪 然后再打右边 可以可以可以 问题不到 来看这个画面 直接从雷中间跑过来了 那个位置不好找 我曾也尝试过 苏同从那个雷中间跑 确实是不好找 这位置呢 又吹了一坠 这是彻底保证 傻狗是一个灵贵了 顶个金珠吧 顶个金珠 这位置只要先走 拆炸了 拆顶上的 因为顶上这个炸了呢 可以少拆两下 都是细节 引胖子出来 脱平不脱北 往右走 可以 金珠全杀 轻车 直接来 站在脸上 暴气 往左 织女 打他一个出场招 再来 织女打起身 再捡个绣剑织女 再织女 这个感觉没有 战略伤害高 是吧 再来 最后一个 带走 91秒 骗个气 感觉好像没有 战略伤害高 战略这个 青黄变石的话呢 应该比这个 雕潺 这个打这个 谁要快啊 这要必杀了吧 莲花 可以可以 这里呢 是又把这个张辽 你可以看到呢 追了两个铁甲的地 又把张辽 控一个灵锥 这个位置呢 boss的追地用完之后呢 他的起身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这里来 BA 反甩 追地 控完 修剑 这是控张辽 一个第二优先吗 我没太 没太看出来 哪个优先是哪个优先啊 开场 就张灵剑了 这里调好飞盘 果然是张灵剑 多一个兵呢 让兵卡针 这样呢 保证咱们的这个机关枪啊 打出更高的输出 张灵剑一些织女 压起身的织女 躲一招的织女 最后一个织女 完事儿 脱屏幕 带没铁甲 保证第一时间通关 这个真的是潇洒 飞盘张灵剑 然后呢 这个 把张灵剑呢 摁成机关枪 然后一尊 嘟嘟嘟嘟嘟嘟 四个正女 那么呢 目前用时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 十分钟多一点啊 这个场景的话呢 用魔杖 实战都打不出来 不得不说 踏死还是好看是吧 那么咱们继续 来这个白衣杜江 一个进出的 一个全杀 这个位置该用黄中了吧 果然 因为呢 这个貂蝉的莲花啊 比别的人物要弱 一个貂蝉 一个赵云 一个 马超的死不死 我记不住了 一个貂蝉 一个赵云 这俩的莲花呢 打铁甲差一点 很坑 这个位置的莲花好评 就是跟战僚一样 保证呢 推车胖呢 第一时间把这个车推住 这样的话呢 能省好多的时间啊 这个莲花千万不要小看他 觉得 这不是傻子吗 请两个这个 请两个这个 小枪兵用莲花是吧 这个莲花的 实际省度的时间 非常的多 真的是非常的多 这连一币清兵 金珠一刹四吗 牛逼 这个TAS跟实战呢 可能道具里 差的最大的 就是这个金珠啊 实战里的金珠呢 永远用不到 这么理想化 永远都用不到 这里的话 土雷 66A 天女 捡雷 跑 一起合成 然后呢 四个兵同时杀 修剑的话呢 清那个兵 应该是这样 AB 往下跑 修剑 走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修剑先不减 你可以看到 小西兵很气 然后这时候 边打兵 边剑修剑 骗个气 不是骗气 其实这里 可以骗一个气 然后呢 再来 BA的一个蹲挡 两边一起枪 应该是土雷加 修剑的一个 经典组合 这个位置的话呢 TAS 都喜欢这个方案 只不过呢 这里面用修剑 可能是他后边 修剑不够了吧 然后呢 咱们继续来看这 这里的话呢 应该会用个必杀 独标的一个一打四 6A天女 狂剑 这里是两个一起杀 这很棒 你可以看到 貂蝉这种 青铁甲 真的是很棒 该必杀了吧 这里不必杀 没有别的办法 一个必杀 然后的话呢 留一个气 打铝萌 应该是这样 之后的话呢 打到前面呢 可能 杀不喝不用气 然后呢 幻境多大点气 大概应该是 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里的捡个包子 包子得吃 这包子是个好东 来 秒掉 秒掉 这怎么打 金珠 秀剑 问题不到 剪个金珠 这不能没 我们来看这个吕蒙啊 吕蒙的话呢 肯定是一顿无限天女了 不是 一顿无限之女了 之女穿梭 上线爆气 上线爆气 之女穿梭 上线的话呢 可以打满六连伤害 拖屏幕 保证吕蒙呢 跳一下 然后呢 一直挨打 这里再一个 继续拖屏幕 再来一个 这位置呢 出个这个钻 因为这个钻 出完之后呢 吕蒙这个招式累积 就取消了 这个钻是必要的 这里的话 打了一个A织女 再织女 追地 追地 直接来 装个九节 BA 拉回来 A 66A 再来个66A AB 带走 装一个九节帐 这样的话呢 保证九节帐呢 打这个虚楚的时候啊 应该会用到虚楚吧 应该是打一个虚楚用 那么呢 这关的话呢 也是非常流畅是吧 非常流畅 咱们呢 来看下一关啊 制破八阵图 咱们来破这个八阵图 可惜看不着 吊山打吕布啊 要不然的话呢 吊山打吕布的伤害呢 绝对是爆表的 是吧 但是呢 这里苏通肯定是 不会去见吕布的 除非是疯了 这个位置呢 土雷的全炸 肯定是这样 还骗了个气 啊 取悦不浪费 修剪不减了 感觉够用 其实不差点时间吧 尸体消失的时间啊 满了 我说怎么不减了呢 这个位置呢 修剪一非三 还骗了个气 张脚机没用 他减张已经了吗 我没看清啊 这个TAS的动作 吊山啊 减了 TAS吊山实在有点快啊 没看清 这里调了个雷 左边杀掉 右边一炸三 往前走 这里没有雷了 怎么办 必杀了 果然 必杀了 这边会放个吐气 然后呢 这个水兵直接杀 两个金珠 收入囊中 好东西 上个登场呢 肯定是一顿天女 不做他想 连续天女 然后呢 追地 82A 天女 天女 天女往左 追地 追地 打到最左边 让他赶紧跑 同时不让他笑 这里呢 捡一个毒标 土雷不要了 后边呢 没有用土雷的地方了 应该是 这个位置 黄水空直接放 果然 腾出一个道具格 然后呢 这位置是 调的九节吗 不是 这个TAS调东西太快了 我实在是看不清 然后我们来看幻境啊 小边的话呢 会丢修剑 修剑金珠 一个组合 骗个气 骗个气 修剑金珠组合 骗个气 骗个气 狂骗气 独头 三连独头 二连独头 我以为有三连独头了 连续的蹲打 小黄兵拿下 这黄兵不能三连独头了 然后呢 这个水兵 应该是 会杀吧 哎 这样杀也慢呢 那看来说杀铁甲了 这是杀铁甲 这是放水兵杀铁甲 哎 你看刚好放那个白兵不破阵 然后呢 拿其他的兵打气 这个气 马上要加的快了 连段上百加的快 注意不注意这个加息速度变了 可惜 这个时间也到了 这个位置呢 第一优先铁甲 哎 这个设计 设计的挺完美啊 第一优先铁甲呢 刚好是能打输出 同时呢 其他的小兵呢 也能打气 啊 两不耽误 很漂亮 之后呢 咱们来看 不如你笑 哥们 等会一顿之女 是好你 我让你可天生笑 这个位置的一个绣剑 秒轻 然后这地方呢 顶一个飞碟 应该会空一个追地吧 再骗个气 肯定不会死 不要问我为什么 空个追地 追地 追地 追地打死 溜溜也顶个乌碟 常用招数啊 一定不会死 然后再来 两个小兵一起轻 沙门克放倒 两个女兵一起轻 沙门克跳过去 爆气 开窜 之女窜梭 跑位躲 之女窜梭 预毒陆训的位置 之女窜梭再来 跑位 再窜 这点血看着都刺激是吧 继续 最后一个 再见了兄弟 搞定 这样的话呢 十秒钟杀掉了陆穴 赶紧快速清兵 之后呢 天使服就被捡了 哥们儿 这里再用一个 之女搭载输出 同时这里把追地用完 这个追地用完之后 搭载器吧 这是骗个气 玩着戏 一套天女带走 刚好是极限时间过左次 然后呢 看剑刀具 加血狂解 朱镕令 飞盘丢了捡金桌 然后呢 捡俩修剑 光光的 再送了 再送个修剑 光光的 还送个修剑 捡个加血 完事 一点都不耽误啊 一点都不耽误 大概一个 十七分半吧 一个十七分半呢 过了一个左次 咱们呢 继续 继续往后啊 最后的七分钟 过两关 咱来看 怎么搞 这个位置的话呢 貂蟬的修剑也很弱啊 各位 他这里 这么等 也没有别的办法 看上飞盘 这里 感觉应该能换点处理方法吧 他这个吊上的修剑 清不了那弓箭手 清不了出门的弓箭手 所以说的话呢 比较无奈 这个位置的话呢 马上选择一个 一个净挡 连续的硬天女 丢个修剑 捡金桌 捡 往前跑 张脚金丢掉 这位置应该会 啊 居然不是张脚 看来张脚要打输输用了 捡个飞盘 这地方有秒条飞盘吗 这个兵太散了 这里秒条飞盘打四个 看见了吗 四个的话呢 不太丢针 这是打四个的好处 这位置呢 是丢一个金桌 丢一个修剑 捡一个金桌 再丢修剑 捡一个这个 毒气 往前跑 丢一个九戒杖 控一个关联 这个九戒杖的话 说实话 清兵效果一般啊 因为那个九戒杖 有一个往天上弹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呢 小兵尸体不消失 判定为小兵不死 这种的话呢 决战的清兵 感觉 还是不是那么 太硬啊 还不是那么太硬 然后呢 再来 这个位置呢 给底下车打了 中间车拆了 小兵一起枪 然后 虚楚登场 我们来看 虚楚的话呢 非常怕毒气 我们来毒一次 毒两次 毒三次 A之女传说 打完四一 再来毒一次 毒两次 毒三次 让这个 调查好盾顶 一次 两次 三次 再来之女 再来一个毒 再顶 这里没顶 打了个二次毒气 有点东西 这一段不知道 各位看不看懂啊 前边的四个毒气的话呢 全是毒三下 所以说呢 虚楚的血量呢 狂叫 虚楚是非常怕毒气的 一个英雄 然后呢 最后一个毒气呢 因为自己升级了 所以说呢 毒一个两下 然后呢 刚好一个峻底线错 伤害也够 那这个张角基的话呢 肯定是给黄盖的了 应该是给黄盖的了 要不然的话 这张角基没有 没有什么用 这里金珠 加一个平打 清雕一堆铁甲 开场呢 应该是暴击之女 张角基 他应该是最后张角基 最后气消了张角基 打一套连招 应该是这样 虽然说这个 新一稿的方案 我没看过 但是呢 从他这个 现在的这个 做法应该能看出来 天气 执女 张角基 果然 然后呢 半兵 百分之百是半兵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 天女 8A 天女拿下 直接搞定 拖一个平 过天甲 这里直接把天甲 升龙升天上去了 都不用拖了 毒气不要了吗 得要加线减上 OK 那么呢 咱们来看 本游戏的最后一关 这关的话呢 用了三分钟 17分半的 打到20分半 最后一关呢 一个四分钟啊 咱来看一下 我比较好奇 他这个司马仪 是怎么打的 这个 在搞之后的 司马仪跟曹操 是怎么打的 因为呢 前一搞的时候呢 他这个司马仪跟曹操呢 司马仪是等司马仪笑 笑完结束之后呢 一个 之女穿梭 我跟他说 我说这样实在是太慢了 一定这个速通 不能让司马仪笑出来 之后曹操的话呢 他前面是选择了 一个招安状 一个招安状 然后呢 这个招安状的话呢 我一看 招安状打出的输出 跟非招安 感觉差不多啊 反倒是招安状呢 还要操操 落定时间呢 各种减慢 所以说的话呢 比较期待 他最后的两个boss啊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然后的话呢 招安状也没用了 叼杀这个人物 招安状没发挥实际作用 感觉有点可惜啊 因为的话呢 对于TAS来讲 招安状呢 就等于直接秒杀一个boss了 没用上 真的是挺可惜的 这里的话呢 用火炸铁马 我的天 你真有东西 然后呢 一个电书电这个马王 我觉得很划算 因为电书电马王 是三下的 三下的 然后的话呢 虽然说TAS电魏延 是三下 但是呢 这个刁传打魏延 跟刁传打马王是吧 肯定是打这个马王 更慢一点 打这个魏延的话呢 不慢 绝对不慢 一顿之女穿梭呢 都能给这个魏延 穿的怀疑人生了 魏延有石头树 石头树顶替 可以的 这个位置 进门稍微慢了一点 让这个贵兵 再稍微跑早一点 就好了 这个位置基本上 稍慢 然后继续 金桌 这里是修剑 居然不是金桌 往前走 这个位置 铁甲 狂打 没什么清兵道具了 是吧 从这能看出来 这里呢 是丢了个莲花 铁甲一起AB 果然 因为铁甲 你得补下伤害 一个莲花不死 修剑 清兵 带出来 这位置怎么办 修剑莲花 双 双清兵套 清兵 清兵组合套 这里的话呢 给铁甲硬杀 可以感到后面 清兵越来越乏力了 没道具了 没气了 这里的话呢 石头树追一个三连 然后呢 接一个志军穿梭 这肯定是这样的 怕死吗 对吧 石头树第三下 暴起志军穿梭 果然 然后呢 直接打这个 魏延的一个抢招 抢不过 千万不要问为什么 一定抢不过 这里再来 躲一下 这是等这个魏延 灰灰灰下四一 灰灰灰下上市累计 我的天 剪上铁甲身上的毒标 剪上九弧 直接就跑 啥也不要 真快啊 毒标这里一清三 这是最快的了 金珠的一清四 土雷的一清四也行 然后呢 往前跑 这个位置呢 修剑的一清三 来 给这个铁甲拿下 这里继续 修剑一清两 这个铁甲怎么办 修剑一清三 这个位置有 清铁甲刀具吗 九伯 抄必杀 果然没有 清铁甲刀具了 时间往前跑 哎 八二A 清兵 制女清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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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招了 这里的话呢 这个清兵的效率呢 从这后边去能看出来 确实是这个 赶不上这个张辽 这个位置我们来看四马 看看改搞中 四马怎么打 毒气 织女 毒气 织女 啊 天女 八二A 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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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哇 还有这追地呢 有点东西 然后二追 天女追地 再天女 再天女 八二A 天女再追地 牛逼 这样的话呢 四马一没笑出来啊 这就快很多了 要不然的话呢 四马之前打呢 倒一次笑一次 倒一次笑一次 血坑 那么咱们继续看啊 这个曹操 捡了个神仙笔呢 最后肯定会有神仙石的出现啊 咱们来看这个曹操怎么搞 直接拖 把屏幕拖出来 啊不是把屏幕拖出来 把曹操拖出来 往前跑 直接走 神仙石 百分之百 然后呢 天女 再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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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把二A 下线追天女 临界的天女 哎呦 这天女还能左右掌 B A甩回来 再天女 这太 太秀了啊 全是花魂 继续 三追用完 暴追 织女穿梭 然后呢 招安壮 这招安壮用上了 天女 织女 天女 织女 再来 追地 反A 必杀 帅啊 这个招安壮的话呢 好兵啊 打到一半的时候用上了 这个曹操呢 全是一个连贯性的招子 可以 最后的话呢 来一个双貂蝉啊 一个八百八的一个 双啊 这个 双妹子 好 那么呢 咱们也是结束了 今天的这个 他的思通了 这里呢 感谢啊 咱们的绿蓝大神呢 再次带来精彩的一个表演啊 各位呢 如果喜欢他的话呢 可以到这个 各个视频网站呢 搜索他的ID 绿翠蓝死盖啊 然后呢 有这个 想看的TAS呢 想赞助他一点的话呢 也不妨 是不是啊 去他这个视频空间 加他一个微信 都是可以的 我呢 是本期的解说永恒 如果呢 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 那也希望呢 可以帮我多点点关注 是吧 这里呢 永恒感谢各位的支持了 那么呢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明天同一世界 不见不散 拜拜